就是因为看不出任何瑕疵 太完美 可以断定它就是一幅房品 假的 什么 你胡说 这么完美的作品怎么可能是假的 让我来说吧 现在市场上 很多纺织的油画作品 都是印刷机复刻的 印刷品的特点 是可以将画布分割成无数个马赛克点 然后喷绘填色 构成整幅画面 高仿的话会再用纯手工上填颜料 填上几遍 这样的话慢慢随着时间会轻微变色 日子久了后 会褪色更严重 后期油墨与画布印刷颜色混合 其特点就能和原作一模一样 难以分辨 但是在光照强烈或者放大镜观察下 会观察到画面有点点组成 或者出现集合图形 这样的大多数都是复刻画 这样的复刻画 缺少画面的质感和纹理感 需要细心观察和触摸就能看出来 臭土豪 你太厉害了 你不要以为你说的那么深耳 让人听不懂的样子就很厉害 我可是有鉴定书和大师签名的 我家先生是油画大宗师 一眼就能看出你这话是假的 你这证书有毛用啊 你别骗我 哪有那么年轻的油画大宗师 你们说是假的就是假的了吗 这样吧 要不我现在打电话叫鉴定师过来 鉴定师要是说这个是真话 我二话不说十倍赔给你 十倍 那就是五千万 哈哈 我不信你一个开红旗H5的人能赔得起 继续吹吧 还说叫鉴定师 谁不知道你是不是路边随便找个人来冒充 方青山宗师你听说过吧 他是我们一邪的顾问 我可以让他带一个团队过来 但是前提是 若是他们鉴定此话是假的 那我就抱不快说你敲诈勒索 哈哈 各位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没想到遇到艺术协会的会长了 这是我花了上百块在五环那里的一个胡同口买的 他当时和我保证说这个高仿子绝对不会被看出来的 钥匙给我快真来了 发现我这幅画是假的 那之前敲诈别的客户的事情被发现 可真的就要踩风阵气了 这回怎么认怂了 我这是看在唐会长的面子上不跟你们计较 这样吧 这幅画不用你们赔了 还有你们今天在我店里所有的消费免单 我们的事情就一笔勾销 怎么样 可以 那你让人向我的小女朋友道歉 你们吓到他了 他脾气那么火棒 他不吓我就不错了 这个没问题 对不起 这位小姐 让您受惊了 老板 这可是五百万啊 你怎么那么轻易地不用他们赔了呢 不会真的是像他们说的是假的吧 之前和我们说这些话都是真迹 害得我们每天把他当成大佛一样供奉着 每天给他擦拭 找人专门盯着他 生怕有人不小心把他给摔坏了 这回你和我说是假的 我们终究是错付了 你给老子闭嘴 还要 把你们店里的仿真话全部扯走 免得以后继续祸害其他的人 好的好的 我现在就让人去把话清理了 去去去 你去把所有的话都收一下 好家伙 全都是假话 之前估计是坑贴了不少人了吧 没有没有 十三你那么多超跑 你都送幽梦一辆超跑了 我是你的小女朋友 我也要一辆 行吧 这辆顶配版骑士15式拿去开吧 比较符合你暴躁的气质 臭土豪 你别跑 竟然敢说我脾气暴躁 顶配版骑士15式 是那辆能够抵御15公斤 TNT炸药等级的公斤 堪称公路上坦克的越野车吗 这可是价值五千万 说送就送 难道一开始在一些门口 他说他男朋友拥有 不加迪黑夜之声是真的吗 我造 神豪啊 我居然做死去搭讪人家的女朋友 又是美好的一天 开启系统抽奖 恭喜宿主抽到戴乐集团 12%的股份 你已成为第三大股东 股权证书已存放至系统空间 宿主可以随时领取 这不是本池集团的母公司吗 市值三千亿岛 总部位于德意志 是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制造商 全球第一大豪华车生产商 第二大卡车生产商 公司旗下包括本池汽车 本池轻型商用车 戴乐在重车和戴乐金融服务等 四大业务单元 在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 位列15位 他们的技术水平 可是位于世界顶尖的 这可就厉害了 雅琳 怎么了 十三 我上个月去澳国进修BBA了 我明天要回魔都处理一下公司的事 顺便回来看看 你明天有空吗 可以啊 那我明天在魔都机场接你 雅琳是一个女强人 工作那么忙都不忘去进修提升自己 看来我也要找点事充实一下自己才行 嗯 好的 明天见 小六子 预约明天回魔都的航线 好的 十三先生 哦 这是哪国的大人物啊 肯定是某个国家的总统 不然怎么做得起这么昂贵的定制家常版 是啊 排场那么大 约翰王听到大家的话 不由得笑了起来 最年无法 总班无法 我求您 虽然你们经济发挥很快 但我们哭着你把你的十二老爸资本讲过 拥有所有的人根本不是你们没机能吹车 雅琳 这里 十三 六爷 你们等很久了吗 哈哈 我们也是刚到不久 坐长扑飞机累坏了吧 我们现在回去吧 嗯 好的 等一等 你就是雅琳的女朋友 你是哪位 有事吗 我叫一日王 我雅琳的事情就比别动了 我希望你离开他 凭什么要求我离开雅琳 因为你小脸很厚 你可以要出十多位 我出一百倍多 所以我有小脸这雅琳更好伤了 怎么又感到一股熟悉的气息 不是说歪国人素质高吗 不是说他们不炫富吗 哈哈 这只能说明歪国的月亮也不是圆的 装逼抢多美女是每一个男人基因里就写好了程序 你怎么知道我给不了雅琳更好的生活 小脸把鞋子呢 哈哈哈哈 雅琳 你那么优秀 我想你应该为许这更好 请讲出吧 我提示 我裤子是我上期到基金公司中的 我这个并没有差距 裤子体股的有区别 等到许这不信用语吧 哦 快看 那个中发老正要翘一个小哥的墙角 那个超级大美女 到底要上谁的车呢 这个还用说吗 那个华夏小哥虽然长得帅 但是跟中发歪国男人一比实力 秒的渣都不剩啊 所以那个大美女 肯定要上歪国帅哥的车 不管你再有钱 我们十三也不差 再见 什么 那个大美女怎么是眼下不长 居然不选歪国总裁 哼 雅琳 baby 我要证明你错了 我比他强 你是招式母啊 雅琳 刚才那个家伙是谁啊 他叫约翰王 我们是在进修BBA的时候认识的 他是身价千亿的泰东洋基金集团的华夏分部总裁 这次来是要在魔都市中心租写字楼开拓分部 他这个人比较高傲 对外还喜欢装 越是得不到他越想要 明知道我有男朋友拒绝了他好几次都不死心 刚才在飞机上还扬言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金钱的力量 那就让他放把过来吧 十三 可是这样的话会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呀 兵来降挡 水来吐掩 记住一句话 我们不惹事 但是更加不要怕事 嗯 你说的对 咦 你这玩的什么呀 你说这个呀 这是我玩左下角游戏完成任务里的 这游戏是最近新出的一款地下城冒险手游 经典刷深渊玩法 现在为了召回当年地下城老玩家 厂商准备了不限量的苹果十四 完成任务 人人都能领 玩个游戏还能领手机 那当然 不过必须得从我左下角下载才有 你看我的已经发货了 任务会不会很难呀 游戏里有小红球 里面都有零手机的教程 按照教程一步一步来就行了 好的 那我下载一个试下 还有我时间不是太载了 但是这个人我们也认为 我们想跟他们一起游戏 就是一些人都要有不惹 有时候留得到你的 外面有很伟大的老师流水 他们的这个经济格 现在它一个人比较好 这些条件 就会对一样 一样的选择 一样的载贝 最后的实事那么陌生 就是我一个个人 已经进行的水持品中最迫的 不过为了提醒我们推动 让基金继续突破了十年 这期贼鬼儿的乎 就做这里的文业总经理的主任改动 好的 约翰王总裁 先生你们好 我是这里的物业经理为例 请问是要租写字楼吗 对 明天就要入住 先生 是这样的 由于我们大厦所处的位置非常优越 安保也做得非常到位 各项设施是按照全球最高的 五类集写字楼标准 所以他的租金相对其他的大厦来说是贵一些的 还要验证各种资质才能租的 太东洋基金集团听说过吧 我们集团可是价值钱一刀的集团 看这几个人才大气粗的 简直就像是一只带仔的飞扬 此时不狠狠敲他一笔更带合适 约翰王先生 您好 那我有必要告知您的是 我们这里是一层五千平方米 每平米每日的租金是四十刀 您说的二十刀那是之前的参考价格 我们泰安大厦位置条件设备都是超一流 很多租户总是排着队在等候 我现在抽屉里就有数十份 已经签订一项协议的租赁合同等待执行 价格这万一完全是工序关系决定的 在平时我们二十刀租出去也有 但如果你们想要马上入住那就只能出高价 四十刀一分钱都不能降 如果您接受不了的话可以去周边的写字楼看一下 你这是随意荒排物价 对啊 要不是都市会告诉我们行公司的抵制必须是泰安达实 我们就立刻周人了 约翰王总 我们要严格按照董事会的决定执行 我们公司租在这种地标性限度之上才能彰显我们的实力 与它的地位完全匹配 要是你们觉得价格高的话 可以像其他的客户一样先签一项协议 大家竞争 价高者得 不要竞争不久 这个我可说不准 快的话三五个月 慢的话等个几年也说不准 那么久 之间就是成本了 我们住了 明天就要下资 约翰王先生 那现在我们先签一份一项协议 正式签合同的话 需要等明天我们的律师合议以后才能正式签署 请 你们快点到合同 好的 走 给你们去查一下 我说得谢谢 大鱼上钩了 雅琳 他们怎么在这里 绝对我手拉手一起关卡 绝对你们这个幸福地面 那我就跟那个角色 穿个小子 一个无目味 我先一下 雅琳 好巧呀 你们这是起关卡吗 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约翰王 你是不是跟踪我 我哭没有跟踪你们 我公司已无止在了金融卡当 以后我们可以进到金融了 不知道你们太东洋基金落在哪里 他会打说 我们一起户子楼 因为我们要住进十字楼 我知道 K红之H 你能住得起这边 好好 好好 肯定是连个厕所都租不起 太阳大厦 那不是我的大厦吗 这个有意思 那你们什么时候正式入住啊 明天我们就去个东厦子 这库子举年最棒的五日楼 我们住了真正的年约翅兵房里 都齐怕高度 能复回经用卡 我们东厦为港 就要这东楼的北公司 毕竟我们太东洋 激进不差 不错不错 那明天为了恭喜你公司的乔迁之喜 我会亲自到你公司去祝贺一番 好啊 非当回宁 那就这么定了 好啊 非当回宁 那就这么定了 我们走 十三 那个约翰王就是喜欢炫耀的 以打击别人来提高自己的优越感 我现在都不想看见他了 怎么你还亲自上门祝贺 你这是什么操作啊 你明天就等着看好戏吧 他就是一条泥丘而已 翻不起什么泥花的 还有这样的比喻吗 嗯 那我让小六子先送你回去 我现在去公司办点事 好的 十三老板 您怎么来了 是有什么吩咐吗 喂 丽 今天是不是有个太东洋基金 叫约翰王的来租赁办公楼 是的 那是一个采大西苏爱装的歪国人 我趁机抬了两倍价格 嗯 你做得很好 不过还可以再狠一点 什么 你现在马上打电话给他 告诉他业主抬价到三倍了 同时在合同里添加一个条款 就是保证金为一年租金 如果退租的话 这一年押金不退 可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把肥羊给吓跑了 毕竟我要两倍已经很高了 周围的写四楼的租金 根本达不到这个水平 你照我的话去做就好 好的 十三老板 喂 我很遗憾地通知您 这栋大厦的业主刚刚告诉我 他要涨租金 什么 shit 你们不刚成心 得好我价格呢 我只是代理人 不是业主 业主要涨价的话 我也没办法 我要起诉你们 我们只是签了一项协议 还没签署正式合同 以前也没给 上拿起诉许 我们业主说了 按照三倍价格60刀每平方 且预付一年保证金 毁约不退 你爱租就租 不爱租拉倒 请回起吧 无贼不租 果然谈崩了 就算是采大西苏的跨国集团 也不是人傻钱多啊 没事 稍安勿躁 等我出去打个电话 喂 约翰王 明天几点在台湾大厦几楼啊 喂 你怎么不说话呀 该不会你们没租到吧 也是 台湾大厦可不是阿猫阿狗 都能租得起的 那么贵真没有那个必要 不如我带你去其他偏远的地方租一个吧 谢谢我了 这么贵就台湾大屋 好样确定了我们一定要租 所以领日试制到客户 本来想报告 东西为我相租了 第二日我部已经放车去了 这拍车去的时代 怎么受到危机啊 不贵了 非正是他们决于有些台湾大屋 有没有感觉 什么贵贵 不贵贵 喝几个儿子公司后 我们可以东南基金 这边的忙贵呢 谢谢大家 明天就地 哈哈 恭喜啊 那我们明天准时到达 喂 约翰王先生 考虑好了吗 我们同意了 为啥你耳朵干了掉机器 快点能跑个东西 您确定 确定 快点 好的 十三老板真的是沈一般的存在啊 言出法随 言出必重 居然真的让约翰王 以三倍的租金租了一层 这些太东洋 最近的歪国人脑子里 到底是装的什么东西 还是被门凤架了 怎么这么杀雕的 十三老板 您真的太厉害了 您提出那么苛刻的条件 他居然都答应了 您是怎么知道 那个约翰王 无论多贵都会答应的 正所谓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上 赶快让他先签了合同吧 以免夜长梦多 好的 我这就去准备 我们结束了一个 追随目标 就是成功为主的时代 约翰王总裁 外面有人找您 好啊 我再就去 哈哈哈 二龄宝贝 这些 你们来了 回宁 回宁 这里的景色真不错呀 那肯定啊 我们这些的半年 居落地窗都要齐破 可好能复会举弹 租金就得是你想要的到 也并没有地窗 什么,六十刀? 这个约翰王莫不是脑子见水了吧 怎么可能接受这么高的租金 被人当成猪仔还那么沾沾自喜 怎么样,你已经够起了吗 够到了我们自己的差距了吗 服气,确实服气 哈哈哈哈 哈哈,其实到了我们的差距 因为我不够离开啊 哼,这是我们本人总经理为了 你只来吃个东西吧 你是妻子了吗 我们的语副奎已经当到你账目了 十三先生,您好 什么情况 怎么着述到我闻人老终要跟他结婚 我怎么有种我好语歌 十三先生 我们已经跟约翰王先生他们谈妥了条件 只差您的签字 没着 他到底是谁 他一个K红GHL平民 怎么能写这里妻子 什么平民 十三先生是我们这栋大厦的业主啊 他不签字谁签字 欢迎你 约翰王先生入住我们的大厦三十八层 以后一年这里就是你的了 我肯定 我真的肯定住了你的大厦 维护了西北的哥哥 你你 你明知道我要在压力里面表演 这肯定屁股上当了 我要撕毁个东 我要退租 约翰王先生 这个恐怕不行 因为合同上已经写清楚了 合同签订不许撕毁 如果退租 一年租金不退 你们要退租也可以 但是打过来的租金退不了 你们随时可以走的 你 你们 伯伯没想到 这个条件今天是实际用来看我 所谓这遇见他明天脏笔 心想怎么还要出 就根本我再哭这一票 现在我再知道提个路 所以否则 脏笔走来一票 你什么你 以后记得按时交房租 不要搞破坏啊 约翰王 多出来的几个月 谢了呀 祝你们工作顺利 我们就先走了 有这几次在这都不能提起 听懂了吗 是 原因 我们必须马上去做工作 你不如我这次的生活 不如你 我当理系走苦地车 就对了老百母佣们 我当没有他车位 为了当时我们的生意 你第九顶着米吉林 谁行催停的也能够吧 好的 约翰王总裁 我现在就去联系 不如你 我当理系走苦地车 就对了老百母佣们 为了我们约他车位 为了当时我们的生意 你第九顶着米吉林 谁行催停的也能够吧 好的 约翰王总裁 我现在就去联系 那位 十三先生 您好 我是租用您台安大厦的安平证券公司的林建 我们之前见过几次面的 啊 林总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这次打电话给您是想感谢您的 感谢我 对 感谢您替我们出了一口恶气 收了那个国际级的大金融公司泰东洋 基金三倍租金 您有所不知 我们安平证券和他们 可是同行冤家 你怎么知道 我说了他们几倍租金的 这是现在已经传遍 整栋大楼了 大家都说 那个泰东洋基金装品 成沙条 可佩服您呢 顺手而已 十三先生 您看一下今晚有时间吗 我想请您去一龙阁吃饭 一龙阁吗 那行吧 十三老板 六爷 今天我约了人 不用管我 帮我安排一个包厢就行 好的 一龙阁 你怎么在这 慕容兄 好巧啊 我跟十三先生 约了在这里吃饭 哦 什么 十三哥也在这里 对 你们约的人到了吗 还没有看到呢 这些歪果人不守时 都已经习惯了 那不管他 我们先进去 和十三先生 喝两杯吧 好 那走 正好我也好久 没有看到十三先生了 迟到了十分钟 我想母佣们应该为外加一吧 我故随外加一跟一个跨跨距离的角色呢 哈哈 嗯 这不是那个 怎么有种不好的运辑 我们进去吧 好的 总裁 两人走进餐厅里面看了去 并没有看到慕容文 言 慕容老板还没来 怎么回事 不是刚 我无人很熟悉的吗 怎么一定是机会你都没有 我无人真是没熟悉 喂 你说话就说话 为什么要说我们整个华夏的人 你是哪根虫 我想干什么就干 你猜的什么 这里是华夏 就算是条龙来到我们这也得盘着 必须道歉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口子吃得到这边的道歉 你太懂 养智精为我去中的 要我想你道歉 你赔吗 我的天 竟然是个大boss 怪不得这么傲情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我给你什么龙这么俗 我就喜欢你 看我不做你 居然敢骂我们 亲爱的 别冲动 别冲动 你放开我 我今天非做他不可 这位小哥先冷静 全程经过我已经看到了 我为你的行为点赞 他侮辱我们华夏人不对在先 但是如果动手打人 那就是我们的错了 刚慕容先生说 等一下有个歪果人过来找他 告诉我先亮亮 惩罚一下他的不守时 没想到他居然恶人先告状说 我们华夏人没有时间 观念没素质 这位小哥 我支持你 我正好把这歪果人进门之后的 全程拍了下来 等一下我把他这嘴脸曝光到网上去 发动网友全面抵制 让这什么太东洋基金吃翔去吧 这位先生 如果你要闹事的话 请离开我们一龙阁 这里不欢迎你 哼 你让我离开故意 必须让你让那个女人把死边塞他 敢做为什么不敢当 我就不删 这里我要离 这位先生 请不要打扰我的客人吃饭 不然我就安保了 你过来试试 你们不要鼓励 无褲子为你们我无功夫 十三等人在包厢内听到动静后 开门走出来 哦 这不是泰东洋基金的壮丽王吗 摆着花架子想干架啊 要不要和我来歇足一下 怎么又是你们 就你能在这里吃饭 我们就不能来吗 十三老板 十三老板 等位 你们黑他什么 老北 没错 十三先生是我们一龙阁的老板 王红 怎么回事 这个歪过人 大概事情就是这 哼 约翰王 我早就到了 是你迟到再先 不反省自己也就算了 还骂我们整个华夏民族 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吧 慕容飞我们走 十三先生 您先忙 我们先走了 嗯 好 你可别血口喷人啊 我可是什么都没有做 使你自己装逼扰的锅可别乱甩啊 哼 我们走 约翰王总裁 赵克地产我们已经失败了 要不我们及时止损 赶紧攻略下一个目标吧 以你的经理 你怎么会有一个目标是哪个 我的建议是斗杀娱乐科技集团 这可是全华夏最大的直播平台 短短几个月从市值420亿暴涨到如今760亿 且还在城上升趋势 如果我们现在立刻勾入必定稳赚 嗯 你分析给我出 好 留他了 那我去联系斗杀集团的 跟他约个时间一起相谈一下 嗯 太东洋基金是吧 大家要牢牢记住这个公司了 千万别让这种公司赚我们华夏人的钱啊 一边骂着华夏人 一边想赚华夏的钱 真是傻比操作 谁跟这种基金合作谁就是傻子 我们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那个华夏了 这些傻比们还在那里秀优越呢 到底是哪国的人素质低 居然跨越太东洋来丢人 放我华夏者 立刻滚蛋 就这素质还想和我谈合作 看我怎么收拾你 哈哈 来到我又过很不思议 你却没有我们漂亮过 喂 你 在哪里 总裁 我已经跟斗杀集团的董事长 董成杰先生的运输交流过了 约好了两天后的晚上 七点子最先的吃饭 嗯 别的网络 对了 你说也说 最新的老板 一家股东是谁 我也要是哪个英式 叫做三十二千年 那是不是又要被他 随意考虑了 已经有前车之鉴 所以我已经提前查过了 最先个的股东名单没有十三 哈哈 没有三十九号 总理到我 最新四个人关了 我已经提前查过了 最先个的股东名单没有十三 哈哈 没有三十号 玄月 怎么了 十三 我妈今天来魔都 她说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想要见见你 哈哈 好呀 我也好久没有看到阿姨了 我订了最先格的包厢 我们去那里吃吧 突然好想吃最先格的最先鸡 可以呀 我下午去接你们 嗯 好的 这必须没有哈萨鸡鸡鸡鸡 这三名哪个 可不得是谁 我在这里 哈哈 这次一定要在 都数据都 总之在 明镜内成 我其实是谁的 我相信一定能够 内补他对的 哦 哦 东东 救娘救娘 约翰王先生 幸会幸会 走 我们西京里面吃饭 住着妹妹聊 好的 贵方打算融资我豆沙集团百分之十的股权 可以 但是 每一股不能按照市场价格收购 因为我们豆沙集团目前股份市值一直在猛涨 现在我们的新游戏不断研发 直播平台也不断扩大 预计未来还会疯涨 且现在市场上流通的股份只有百分之二 你们就算把散户全买了也玩不成收购目标 所以百分之十战略收购 每一股要溢价百分之三百 你干什么 百分之四百 你怎么把气抢起 这裤子谁被的嘎嘎 如果接受不了 那我们的合作也达不成 我们前几大股东都不会把股份卖给你的 签约合同 定金一亿刀 如果约翰王先生反悔 则定金不退 您可以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了 我一定有七个东 也想到他会打五周北公里的最通经人物就好奇 就搞了一题 刚刚就说你被长到了四百 所以这得不能他到明天 必须马上七个东 一米压长满足 痛快 约翰王先生做事真是雷厉风行啊 同众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喜起上个次数 好的 阿姨 我们到了 好 尊敬的十三先生 您的海外账户 及时到账三千六百万刀 住 豆沙集团利润分成 什么情况 这三千六百万刀 怎么会回到我的海外账户上了 这算下来可是两亿多呢 董承杰是让人理错了吧 十三 你在发什么呆呢 我们先进去吧 好 你们先进去 我去上个厕所 好的 你们会问您真是吗 素质 我只当当而漂亮过您 有些 懂不懂 你 你不是网上那个太东洋基金的总裁吗 还真的学胖 吃我们的饭 砸着我们的锅 刚才明明是他家赛的 还骂人家没素质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啰嗦啰呆 这外屋究竟是怎么回事 无论其他国家 即使按着怎么能够的 怎么到了外国 走到哪里都有能够的 你吃着我 你到这些资本力量 不是最强的吗 你到拥有这样资本 打磨什么的吗 我应该按着走吗 嗯 东宗 你夸来救我 这是刀鸣吗 素质 无常打磨他们 绝对不娘无家 呸 就你有素质 你有素质还强厕所 一口一个刀鸣 好像自己就高人一等一样 在自己国内就规规矩矩 跑到华夏就装十三 你装得起吗 哼 这约翰王真是做死啊 上个厕所都上除优越赶来了 真是死心不改 各位 我不认识他 你干什么 刚刚我们为台北 为台湾的姑娘 以来怎么打磨就罢了 你不为自己的毒癖子吗 这些 又是你 超这些 一定是你过的鬼是不是 我又怎么了 别扶您 别提了 你肯定是知道我的消息 故意告诉这些病名 我都在这里为毒物对不对 十三先生 您怎么也在这 啊 我和女朋友过来吃饭 您刚才收到我们公司分红了吧 您36%的股份 应该能分3600万刀 哈哈 这可是我替大家争取的 这约翰王给我们集团的收购定金 10%股份三倍价格 如有毁约 定金不退 三倍价格 干得不错 原来是约翰王总裁万里迢迢又给我们送钱了 14%的股份 14%的股份 16%的股份 我现在就玩我过来过去 怎么到这些都是跟14%有关的公司 帮到我集图和他人 这一切就是你的渠道 你欺费了我 我发誓我没有 不过多谢你的3600万刀 多谢你的三倍价 我的资产价值凭空暴涨了十几亿呢 对不起 按照合同规定 你已经毁约了 你们大西洋基金竟然发表不正当言论 按照刚刚签订的合同里面的条款 一方不能发表不正当言论 否则是为单方面违法合同 所以现在我们豆沙集团可以认定 是你们泰东洋基金自动毁约 有这样的条款吗 自然是有的 就在合同的第八页第二条 这条款是确确切切存在的 在几年前开始 华夏涉及国外的合作合同 都会加这一条 五把星 五把星 一定是你们赶起来看我